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最彥彤 又是見到我一個, 蕭公子正在放假 所以我放下他, 可以輕鬆一下 很開心請來一個嘉賓和大家上來, 分享一下關於 Branding 的東西 那就是Carl, 給點掌聲 Hello, 大家好, 我是Carl 我和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以我所知, 除了我所認知的 Branding 之外 你的 Business 是更多的東西, 可否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主要的業務範圍就是 Branding 的品牌, 就是一個品牌的策劃 亦都會利用一個品牌, 行一個捷徑的品牌授權 就是一個品牌的 IP 商標的保護, 以及一些公關宣傳 那為什麼呢?Carl, 會向你, 說真的, 我們經常都說創意創意的部分 很多時候, 年輕朋友很醉心自己專長的東西 好了, 設了一個公司, 做得不錯 可能做到差不多一個樽口位 甚至乎很出名的時候, 自己的公司名字 或者相關的產品, 可能都不能夠保護到 變成之後會怎樣做呢? 當然, 今天的嘉賓是一個很專業 在這行中十分之厲害的專家 當然要請他談談 其實Carl, 我想問一般, 例如我的概念 就是做好你的公司名字或標籤 令到更多人認識 甚至乎可能是某些知名品牌 一想起它, 代表了某些東西 其實, Branding 的部分 是不是這麼簡單呢? 還是包含更多的東西呢? Branding 其實是包含更多的東西的 譬如我們做的品牌策劃 無論你是新品牌也好 或者是一些已經存在的 已經現有的品牌 或者你想重新包裝的 我們會做 我們做的範圍包括 當然是商標 商標的設計 設計之後 我們都會賦予一個背景的故事 給這個品牌 然後呢 我們也會做商標設計 如何運用 所謂的 叫做VI Visual Image SI Shop Image 究竟怎樣用法呢? 哪些應該做哪些不做呢? 給別人 像你剛才所說的 一看到你的商標 看到你的顏色 或者舖子 就立刻會知道 你是什麼品牌 這樣 要做這些事情 另外就是說 在什麼的宣傳媒體 是適合你這個生意 我們都會有些建議 另外 當然最重要 就是你做完之後 剛才說了 就是商標的保護 商標的保護 其實商標就是 你自己的財產 你自己有這樣的財產 如果你不去申請保護它 就正如你打開門 不要鎖的 被人進來隨便拿 差不多是這樣的意思 尤其是如果你們參與到一些 國內的生意 大陸的生意 就更加重要了 因為搶住人商標 大陸是一門生意 很大的生意 大家都看到新聞 看到有很多好東西 他就先搶住了 大陸的規定 就是以註冊為先 那些有優先權 就算你在其他地方 你已經做得很好 但是你在中國國內 你未被註冊 被人註冊 你都沒有辦法 你要迫住 跟他買回來 或者什麼 這些情形就很多 所以大家做商標的時候 品牌就要注意 這個部分 相信大家看到 很多新聞都發現 很多知名的大品牌 都會無端端被人拿了 可能登記了一個名字 或是標籤等等 要花很多錢 去處理訴訟的問題 剛才你所說的部分 我有一個問題想追問 剛才你說過 就是相對宣傳 你知以前的宣傳 可能傳統的電視 或是紫媒等等 現在已經變得太多了 我也想問一問 究竟那個變化會是怎樣 或是最新的 你們現在要幫品牌做的部分 宣傳的渠道 可以和我們分享一下嗎 我想宣傳的渠道 現在很重要 就是所謂O2O Online to Offline 傳統的媒體 譬如紫媒體各方面 不是說不重要 但是已經有很多是更重要 你一定要配合 一定要配合 所謂Digital Marketing 網上各方面媒體的配合 網上媒體的配合 現在又一直這樣在變 現在已經變得不是說 我看個Banner 看個網站有個Banner 做個廣告就可以了 有很多東西要互動的 要video的 要AR的 要VR的 各方面這些東西 大家一定要跟隨時代的步伐 才做到 你也追得很貼才行 我相信以前的轉變 都沒有那麼快 可能近十年 或者五年 甚至兩三年 變化可以相差很遠 是的 之前的部分 可能來一般的電視台 數目都是那些 或者指模都是那些 但因為一些網路上的變化 剛才提到的Banner 有段時間都是這些 現在搞一搞 除了Banner之外 可能引伸到一些媒體 可能拍攝惡搞的影片 或者幫一些品牌攝惡搞 反而有很多點擊 部份是否現在會講究創意 甚至是一些更加想不到的東西 就反而做到好的效果 是的 絕對是的 譬如說 舉個例子 有一件事 在貿易方面 很多時候因為網上的發達 我們有一個新的貿易 名詞 叫做Honest Marketing 就是說 因為媒體的發達 因為網上的發達 現在的奸商 沒有辦法生存 因為你做得再好也好 但你做得不好的話 在網上一傳一講的話 那就很難解決 即是公關災難 是的 公關災難 或者我看到你其中的商業 都關於公關的部分 這個都會是很多時候 很多人會很擔心 剛才提到社交媒體的部分 即是一些商業的部分 對一些新創業的朋友 甚至中小企、微企 第一個反應就是 都知道很重要 都知道很想做 但很貴 或者不懂得怎樣做 很多時候遇到這樣的情況 當然最簡單當然是找人幫忙 但可能有些新公司 未必有這麼多資金的時間 他們怎樣去做自己的品牌 起碼初步做得這麼像 找到錢就光顧 但前面的部分 有什麼要留意 以及他們自己要怎樣做法 我想現在做市場 已經比以前便宜了很多 以前的話都沒有辦法 賣電視廣告 賣節目 燈雜誌廣告 或者什麼 收音機 但現在很多事情是可以做的 例如在一些社交媒體 自己放一些東西出來 其實最關鍵的一件事 就是真的要討論 放出來的東西 有些什麼就說些什麼 不要隱瞞 這是相當重要的 還有如果有些什麼事的時候 你要懂得怎樣去處理 怎樣能夠把一些負面的東西 變成正面的東西 這個懂得處理 是很嚴重的話題 是的 你看到一些公關災難 就是不懂得處理 如果以一般的公司 他們怎樣才會處理 因為他們只是做生意 但是有人在留言 或者最容易看到的是什麼 餐廳 有些人不好吃 又貴 等等 都說了很多事情 有些老闆是很帥的 那就不要來 但是可能會更差 甚至乎我都聽過那些個案 是真的因為這個原因 最關鍵是沒有生意而結業的 那怎麼辦呢 怎樣可以令事情好些 他們有什麼要留意 真實 他們有真實 我是這樣的 但是不得到一個效果 其實在品牌上 有什麼要教他們怎樣處理 教他們就要看個案 很難說 或者我舉個例子 譬如在美國有一個很出名的例子 其中一間披薩店 這間披薩店 本來很好 但是做了一些食物 每月下方 開始有人批評他 在網上有個焦點群組 即是說 他說得很差 薄薄皮 就像紙皮一樣 嘩 怎麼吃 說了很多事情 糟了 生意就掉了 他們做了一個方法 很承認出來 是我錯 是不好 但是 我們找了一群人 我們重新做過 我們重新做過 那個配方怎樣做 他真的找人做完 做完之後 他拿著一個新的薄餅 他找到了那些焦點群組 即是批評他的人 直接去敲門 他們拍了影片 就去他家裡說 你那時候說過我的薄餅 現在我們有一個新的 我上你吃一下 吃完之後都說 哇很好 結果就由一個災難 突然變成一個很好的宣傳 生意就整天上升了 所以這個例子 我就說的是所謂的 Honest Marketing 很重要 我想有危有機 譬如我們找一個近一點的例子 例子是黎明 我完全是最近的 你剛才說的很重要 起碼你都要真實 首先要認錯 你不能當沒事發生 然後就去解決問題 即是他們說我硬 那些事情我就去解決問題 找完就很認真地做 可以這樣說嗎 還是比較謙虛一點 虛心一點 逐個逐個敲門 讓他們重新再試 再建立信心 因為這個動作不容易 你都要 有這麼快的Humble 甚至乎你的人 會覺得 你不能擺太高的Eagle 你就肯做 再玩回他們 而再贏回信心 最重要的是 更加讓人覺得 你又承擔 你是認真地做這個品牌 所以反而的好處 可以扭轉局面 明明的情況都差不多 即是他肯出聲 和快地出聲 接著就去處理 那些支持者 仍然都很喜歡他 因為我公司有他很呆客的支持者 所以很清楚的過程 他們會更加愛死這個偶像等等 其實很多時候 在你處理的案件 或者一些關於Branding部分 無論是個人也好 或者公司也好 其實類似這樣的方法 是否會成功一點 可以將一些不太好的案件 因為網上太容易有不好的事 不用負責任 以前可能你 就算是普通媒體 指媒或電視 他們不喜歡也好 你寫信也沒那麼多人知道 現在這樣的情況 如果一些公司 即是企業也好 未企也好 他們如果是自己部分的同事 遇到這樣的困難等等的時間 用大約這樣的方程式 我不可以說全部 因為始終你是專家 其實機會可以扭轉局面大一點 是的 即是對顧客要坦誠 坦誠相對 這樣 講出來 你有什麼原因做得不好的 先認錯 先抱歉 但我們會改進 什麼原因才會這樣 講得清楚一點 大家都會明白 除了你坑誠相之外 還有一些行動加起來 所有東西 你可以維護你的形象 和品牌部分 我想請教一下 其實在做這麼久的 品牌部分 有沒有遇到一些 其實都很棘手的情況 因為大家都知道 當然要所有東西 最漂亮 牌子是最好的 但事實上 有時候未必是 你做了那麼多個案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其實 是不是這麼容易 幫一個品牌做好的呢 真的這些 每個個案是不同的 很難說 什麼原因 但除了一些 你自己品牌不好的時候 也會有一些情形之下 就是競爭的對手 對付你 這樣也有一個問題 你怎樣能夠扭轉 也是有一個問題 記得以前我們做過一個品牌 品牌就不要說了 當然 我會保護你的性命 不可以說這些 我們不出名就可以 他出來 我們那時候 代表他的時候 他就要打入中國的市場 但另外一個 差不多名的品牌 完全不同 但差不多名的品牌 已經在中國十年了 他進去的時候 他就不用其極地 阻止他能夠進入這個市場 因為他知道 是一個很大的競爭對手 無論是商標註冊 他做了一些產品之後 進去商場 進去商場的話 他們都會阻止 因為進去已經十年了 在商場很好的關係 他會跟商場的經理說 你不能讓這個品牌進來 如果這個品牌進來的話 我就走 那些商場都派了他 施壓 不敢 這樣變成 他們就進不去 這樣就跟我說 怎麼搞呢 這個情形之下 那個時候 我們就跟他想了兩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 我們建議他 就是叫做 所謂鄉村包圍城市 你先去那些 二三線的城市 進去商場 因為他的東西和他的名字 都是可以的 是不錯的 那你在那裡打起了 你自己的 所謂的Sales record 你自己的營業額 那你可以回到一線城市 北京上海那些跟他說 我有成績的 我可以賣的 我的東西 可以讓他進去 那另外一方面 我們就在 宣傳方面 就跟他搞了 那我們就在 那時候就在北京 我們找了一個 很厲害的地方 因為這個地方 可以能夠 帶起他的品牌的名字 就是一個釣魚台國賓館 這個釣魚台國賓館 主要就是 國家元首 要來接待一些 外國的元首來到 才會用的 但是我們一個商業的 一個品牌 我們去那裡 搞了一個 時裝表演 請了一個設計師 就去那樣 那當然 他們也會有些反對 那我們大家 鬥關係 這些變成 那我們是 邀請了所有商場的老闆 中國的國家領導人 駐北 各國駐北京大使館的代表 那就全部來了 甚至我們 他是 意大利品牌的 那我們邀請到一個 意大利的國會議員 都來了 那就 很成功地打了出來 一打出來之後 整個品牌全響了 對方 對手想阻止也阻止不了 結果我們 連續幾年之外 的營業壓 是比他更高的 嗯 一個很完整的案件 分享了這件事 你我想起 剛才也說過 很多中小企或微企部分 他們都會做一些 剛才你說過的提議 他們可能在社交媒體 擺放一些東西 但他們是周圍審的 它未必有一個很有系統 但聽你剛才這麼說 如果真的去到某個階段 你生意額 或者品牌上 你想再進一步 就好像有一些 這麼好的 策劃人 可能會考慮 市場部分 如何由外 再回來 甚至去搞一些 比較大型的活動 令到可能曝光力會提升 同一時間內 就提升了整個品牌的影像 知名度等等的事情 變成減省了很多麻煩的事情 尤其你剛才的情況 這個程序 原來是可以這樣做的 變成如果對於一些 朋友 到差不多 你的公司品牌 就是希望可以 再進一步的話 可以 除了直接幫忙之外 可以參考一下類似的事情 所以會不會很多時候 例如一些我們經常在雜誌 看到的那些PR event 公用仍然會繼續保持 原因就是 很多品牌也需要 一個場合 去集中地 有這樣的形象給公眾 PR event 那些是需要的 但是我會建議各位朋友 如果你做些什麼宣傳的話 其實你宣傳的品牌 比宣傳你的產品更重要 因為我經常會接受 譬如某法國 或者其他三位邀請 去講很多關於品牌的 一些 seminar 當然每一個內容 可能會有少少不同 但是其中一樣 我是一直堅持的 我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 在這個21世紀裡面 我們賣的不是賣產品 我們是賣品牌的 你再好的產品 因為現在資訊太發達了 產品的壽命 越來越短 你今天想到一個很好的產品出來 可能一個月後 已經有一個比你更便宜更好的產品 又出來了 但是你打向自己的品牌 你將你的品牌 就讓別人覺得這個品牌代表品質優良 代表創意 代表好的產品 這樣你就成功了 別人可以抄你的產品 但是抄不到你的品牌 這是挺重要的概念 因為有些嘉賓也好 他們可能會集中研發自己的產品 或者某些服務也好 他們都好像很少地認真去營運自己的品牌 或者可能個人品牌 兩邊是一樣 這個也是很重要的事情 因為問心的 我腦裡馬上想 以前的廣告 或者以前的宣傳 有時候就是特價 或者是某些產品 但是這間進展到 我比較留心一些女性的產品 我只能做這個例子 我都會發現 譬如某些產品、化妝品的品牌 他們的廣告已經再不是那個產品 可能他們會用一些 譬如某些類型的人 他們在說他們的獨特特質 或者是一份堅強 甚至是做一些社會實驗 去講一些他背後的品牌背後的概念 因為他專課女性比較多 可能是加強女性的信心 你的能力等等 這就是其中一個手段 是做一個品牌形象或故事 剛才你所說的部分 我想請教一下 品牌的故事 品牌帶給你的一些好處 不是產品好不好用 而是正如你剛才說 如何增強你的信心 帶來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是男士 你可能沒有那麼熟 運動產品 你應該有概念 他們都是在賣背後的訊息 或者是一件事 可以這樣說嗎 其實品牌的建立 除了剛才說的設計 那些外出之外 其實懂得說那個故事 也很重要 或者你們要懂得幫品牌 創作故事 是否很重要 是 品牌的故事 或者因為這個品牌 而聯想到一些什麼的形象 這是非常重要的 這是一定要靠你們去處理 還是可能一般的創業朋友 其實都可以留意一下 自己可以幫自己的品牌 裡面都有一個故事 可以 可以的 到底有什麼要留意 例如創辦人 或者在哪裡找一些資源 去創作故事 你知道不是每個人都很厲害 說故事的嗎 其實創辦人 你設計了這個產品 連這個品牌出來 為什麼你用這個品牌呢 你一定有原因的 自己說故事就好過 找人說 因為人家不知道你的概念 你會說出來會好 但是有些人說 你要說得真的好 我也聽過一些故事 很有趣的 品牌故事 我又舉個例子 說一下 大家都知道誰叫 Christopher Colombo 哥倫布 發現新大陸 很厲害 有一個品牌 他就叫做 不知道 說動物的 不知道有多少隻動物 他的品牌 他的故事就是這樣的 他說 這個品牌的 創始人 就是一個探險家 他是 哥倫布的 不知道第幾代的 後裔 他叫做 哥倫布 ABC 他的名字是哥倫布 他的姓就是ABC 他說 跟什麼哥倫布 就是親戚 因為 大家可能 那是 國內的品牌 大家都聽到 哥倫布什麼 以為擺頭當然是名字 他就做了這件事出來 他的故事就是 他有一次去到森林 那裡 就 迷失了路 因為有幾隻動物 一家人 就 帶著他 就出來了 就不怕迷路 離開了 他就很開心 於是 就用那幾隻動物 就做了品牌的名字 看完就 那個人掩著嘴笑 所以 講故事都要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講故事有分好聽到不好聽 就算不要複雜 跟小朋友講故事都一樣 你都懂得演繹得好聽 如果聽你這樣說 最容易的 可能一些新創業朋友 甚至初創等等的朋友 可能那個最早期自己的創業者 寫那個人的故事或者相關的故事 最容易 可以做得比較清晰一點 凝聚和令人聯想到 因為我都相信公司沒有很多人 還有我聽到一些 天使基金的人說 我怎樣看一個 會投資什麼 他都會看一個創辦人 會比較多 他的passion 他的想法 這個大家都可以想想 如果你是要幫自己的品牌當中 要處理的話 可能首先試一試用自己的故事 起碼要出來 不要那麼古怪 當然 另外我想知道 因為我發現 現在多了很多年 很重要 多了很多 其實那些品牌是很新的 我昨天去一個地方 有一個展覽的部分 在說大家參與一些 Kickstart 的比賽 放了很多公司的標誌 我看到每個人都差不多 一來也不認識 因為他真的很新 二來 他說他做科技 比較多 你見到每個人都差不多 其實 就會出現了一個情況 他實際的年期又短 加上他們的標誌 各個都差不多 都是那些美國風格 可能他們的故事 當中他們做的產品 又不是很容易明白 那你在這些部分 有沒有接觸這些個案 或者這些部分 又是怎樣做Branding 這些公司 我想 做一個Logo Logo這個問題 其實設計也是很大的學問 不是我學了一兩年設計 我自己看書 整個東西出來 就說Logo 可以做 那些很便宜的軟件 那些是商標 商標不同品牌 我們在說品牌 品牌是怎樣令到商標 賦予他的生命 令到別人會了解接受 他是代表某些東西 才叫品牌 設計一個商標 就一定要跟你自己的產品 跟你自己的路向有些關聯 這樣才能夠引申到品牌故事 那外國 可能 你會見到一個很簡單的商標 但是別人會給幾百萬 幾千萬 美金 設計出來 一定有原因 那 這一方面 也是一個很大的學問 當然 所以新創業的也沒有可能 花這麼多錢去找人設計的商標 但是 注意的是你的商標 要比較有些特質 有些特性 跟你的產品 跟你的企業理念有關 那設計商標的時候 你也要想起 可不可以註冊到 因為你做一個太簡單的商標 原來十幾個都差不多 到你想註冊的時候 發覺不行 太相似 你註冊不到 你未開始的時候 註冊不到就改 但當你做到一半 稍有名氣 你才說去註冊 發覺註冊不到就麻煩了 這個可能都是其中一些 初創的朋友 少留意這些事情 因為他們的情況就是 專注自己的工作 關於法律上的東西 保護知識產權的東西 是真的少了 因為你說起這個註冊部分 可能我自己很早已經做了這件事 一整件事就先問了 因為你不知道誰會拿來用 但我都遇到一些 是他遺忘了這個部分 所以都真的要留意一下 如果你的標誌 或者你相關的商標部分 不是那麼容易去處理 或者早點搞定 甚至乎有些 講述這樣說 應該有幾個不同的賭 待會你可能有電郵 好像花一點 又看不清楚 這些可能有很高的學問 你真的需要找人去處理 但當然 剛才你也說過 有些品牌可以重新再為一個 因為我都見到一些品牌 可能到差不多 去到一個尺寸 去到一個尺寸 他們覺得我想形象不同了 就整件事轉 這樣都可以的 相對地 其實那些公司會不會是 好像我這樣說 純粹覺得 我去到這個階段 我想這件事再高檔一點 或者想進步一點 才去重新包裝 還是因為其他原因 都想成功一下 我想應該是講 配合時代的進展 一定是後的品牌 應該重新包裝一下 重新改變一下 這樣會好些 有很多 比如國內的品牌 很多時候都說 找我聊天 想說 發展香港 發展海外的市場 他經常拿著一點 就說 我是百年老店 我也會跟他說 百年老店在香港 未必是一個賣店 你一定要符合香港的市場 符合年輕人才行 而且潮流也有不同 其他品牌不敢說 例如蘋果 我剛才看過 以前的標誌和現在的標誌都差很遠 選擇簡化 實在是否舒服 是因為那個 我不知道是不是潮流 還是像你說的 要迎合年輕人等等的事情 或者簡化一些部分 所以無論如何都需要再會設計 所以如果你們的品牌一直都未去註冊 或未處理 放心 你還有另一個機會 就是如何重新再包裝 你們的品牌部分 很明顯的 剛才談的事件中 我很容易混合了商標和品牌 證明我是一般人 剛才你說過整個品牌是很寬闊的 我知道香港也有一個很好的品牌局等等 他們也鼓吹你們做好這個品牌 甚至新興品牌等等的事情 希望大家對這件事的保護好些 但你覺得這部分 其實是否真的可以滲入到 這麼多公司 還是官方的官方做 其實真實的情況 又未去到這麼流行去做標誌 你覺得什麼呢 什麼事情 因為有很多人在注意 其實很多人在注意 只是注意 只是注意 是怎麼做呢 所以這一方面都是很重要 再加上剛才說的 商標保護 保護很重要 我會建議真的找專業人士 另外有一個個案是很出名的 品牌我又不說了 它也是服裝品牌 它也註冊了在國內 因為每一個品牌 譬如說服裝是25類的 25類裡面還有一些細項 要註冊 譬如說T恤褲 褲什麼 要寫出來 它寫漏了一件事 寫漏了一堆蜜 然後被廣州一間公司 用它的品牌註冊了一堆蜜 它又不知了 我註冊了一堆品牌 它去買 賣就被廣州告 告說我註冊了 你現在侵犯我版權 一間這麼大的公司 明明品牌是自己的 結果都要賠錢了事 可不可以這樣說 這件事在內地發生機會比較大 其他地方相對都少 是中國這個市場這麼獨特的文化 可以因為它的法例問題 但不要忘記中國的確是一個很大的市場 不可以忽視 因為為什麼我會這樣說 因為可能很多公司暫時在這一刻 還未想到上去 你又不知道會不會有些客戶 甚至乎你的新產品 令到你可以信言 可以上到內地 你可能要早點想一下 這個部分 你的商標也好 你的品牌也好 因為早前也試過 因為上面有一個中文商標 他們又接觸我 即是說你早點去 對 然後我問 蛤? 有這樣的事情 他們都在說 你免得給別人怎樣 但我說 這件事又有多少人承認 又不肯定 但他帶出一個問題 就是你的商標在上面 或者你的網址 會被別人拿錯 又怎樣怎樣 是一個經典 但相對地 就是一些很大的公司 你當然要早點去擺定地盤 但對於一些新的公司 中小企、微企等等 都是一個負擔 因為他的收費真的會不便宜 所以很多時候 剛才你說過 就是一系列的事情 但這個叫我 我又真的搜什麼 然後那個網上又搜什麼 就以為做了Branding 其實這樣的做法是好不好 分散的形式 你講的那個 我相信是在講網址 網址 其實這些有些少許取消 經常有 有一班人也是這樣的公司 你住宅 你這間ABC公司 你住宅了.com 現在有人找我們 有註冊 有.cn 有.商標 有.hk 有.密 他說你得不登記 不是別人就登記 他那天說是品牌 你那個品牌 你不要這樣被人做了 這裏是Branding 一部分 他講到 其實我會覺得 不是有人想登記這個品牌 只不過他想賺錢 幫你登記 那間公司 當然我絕對沒有擺陣他 其實沒什麼必要 除非你大公司 沒得說 全部什麼都登記 但是有一個小公司 我登記了.com 你要用我的名字 登記了.cn 就任由你 你裏面的東西 不是我的東西 其實就不用太擔心 你的問題 但是商標本身 因為這個商標 是代表你公司 你放在你的產品那裏 那就很重要了 還不是說 他用了一些商標 在一些產品那裏 不是我的 我不管 我的是可以的 但問題就是 他的產品 如果質量很差的時候 就會影響到你 會 相對的 所以大家都是留意 剛才講過的 那個註冊的商標問題 以及你們會收到 很多很多不同的人 去說幫你的公司 去保護你的品牌 無論如何都好 這個就是個人經歷分享了 當然 當你開始做一個品牌 開始對你的品牌 有概念 開始而已 要繼續保持 有很多很久的品牌 其實那個形狀是沒有變的 但我相信做很多事情 當然 我也想請教一下 當品牌出來了 基本有概念 怎樣維繫 甚至乎更厲害 再提升 我想維繫最重要 就是 譬如說你這個品牌 產品的 你一定要搞好自己的產品 產品要好 那就做多些品牌的形象 剛才都講過品牌的形象 有很多 譬如線上的東西 線下的東西 包括PR 什麼活動都需要 現在也都很注重一件事 就叫做社會責任 你的品牌要做一些幫助社會的事 亦都提高了你品牌的形象 這些不是一朝一日 是很長的時間 絕對是 還有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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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起很多活動 有些是環保獎 公司又如何環保 至少有四個部分 如果我剛才聽你這樣說出來 要全面做品牌 四樣東西 是嗎 哪四樣 我剛才說完 我剛才說完之後 剛才談上景 第一個是線上 即是社交媒體 等等的東西 線下就是PR活動 還有一些活動等等 事情 然後剛才你說過CLM CLM說的是社會責任 例如是否幫社企 或是否每年都一定會有的 政府的標誌 Caring Company 最近有新興的環保等等事情的部分 我沒有數錯 對 我又聽不懂 因為始終我接觸不同的活動 都有這些部分 甚至乎再細分社會責任 例如有些是會否聘請一些殘障員工等等 其實這都是一些形象的提升部分 所以我想是否公司來說 你要看看自己的財力和人力 因為有一些線上和線下的兩部分 我暫時聽到是跟錢有些關係 賣廣告 或者你舉辦活動 場地、PR、製造 甚至乎代言人等等 這個真的很實在 但譬如剛才的社會責任 反而未必需要那麼多錢 例如你Precaring Company 基本上你幫助一些企業等等事情 甚至乎你去請一些殘障朋友 政府的印象當中 它是應該有少許支持的 等多些的人去使用一些社會上 他們都很等工作的人 這些是不太需要成本的 另外環保部分 如果你公司是跟很多 一些你用的東西 可能不太複雜 辦公室都可以的 只要是Paperless 都是一個環保的部分 反而後面的兩部分 你都可以 不太多成本 都會給別人的印象更好 因為都很好的政府 我知道有些標籤 可以給到 一些公司 如果放在公司 就不會什麼都沒有 我想可否分了 有一些是低成本 有一些高成本 那你就看你的荷包 去做著線 如果對於一些新公司 或者中小企、微企等等 是的 中小企、微企那些 如果譬如說 是預算有限的 很多時候都可以動用 一些員工或者老闆 參加一些 NGO的團體 做多些事情 有什麼機會 你都可以當是公司贊助 都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因為這幾樣東西 剛才說的錢迷 或者是不用錢的部分 我想在美的兩方面 去到尾也好 對自己的員工的關係 對地球也好一點 這個做了是好事 甚至乎有些公司 他們是有些義工團之類的事情 他們當作是一些 伙計本身的 聯絡也好 或者是保持團隊 工作的事情 無論如何都是對公司的好事 加上你們可以把照片放到社交媒 雖然不可以買很多廣告 但都是正面的部分 在一個有限資源的情況下 都可以做的事情 但當然 到差不多的時間 當然可以找資源的人士 整件事有系統 去處理安排 可不可以再分享一下 例如現在香港 品牌的發展 其實會做成怎樣 我想知道市場情況 你知道我老想到的 就是剛才想製造的東西 比較多 這間的做法其實會怎樣 香港的品牌設計 其實香港的創意設計師 其實水準非常高 他們有很多國際的視野 由他們策劃很多品牌設計的 都非常好 香港都相當成熟 所以很多香港的設計師 或者一些專家 幫國內的公司 做一些品牌設計的東西 香港的市場始終都是小 我們眼光要看大 要看大眾華的市場 都有很多公司是真的需要的 但是剛才你說過 都是設計師等等的人才 背出 都做到一些品牌的東西 我也接觸了很多年輕人 他們都說他是做品牌的 但是 品牌也說過不僅僅是自己的標誌 沒有的 其實會不會這個情況 就是有些人都未到達到水準 或者未夠全面 會不會這個情況出現 會有的 因為 分析沒有一個規劃 即是不跟你說 我是醫生 你起碼考了牌 你做分析 每個人都可以說自己是專家 只不過我想 看就是看你做哪一方面的分析 還有你能夠全面 以及你的視野 你的經驗那方面 主要看了這些 我有少少說 年輕的朋友視野一定不會夠 可能這樣豐富 可不可以這樣說 始終有一句 我初步這樣分析 如果他們的目標 可能是比較年輕化 可能就是一些新的小朋友 他們的市場 或者他們現在的語言 就容易一些 可能新的年輕人的品牌公司 就可能幫助更加多 但如果當他們的規模 開始要去到再闊一點 甚至乎回到內地 所以就可能會挑選一些 就是幫他們做Branding人 就要再寬闊多些Network 甚至乎經驗再好些 是不是這樣分析呢 都可以這樣說 就 譬如說年輕人的市場 當然也都有一個 所謂本地化 地域性的 如果香港的年輕人市場 他們會有一些 香港年輕人的習慣 他們的講的語言 年輕的所謂Branding的專家 當然他們會比較熟 這個是事實 但是只能夠是本地化 你進入了國內的年輕人 又有另一套 變成真的要找對方 是 都是那句話 回到自己的產品 或者公司 究竟發展會怎樣 我想在創辦當中 他很清楚 究竟他下一步想做什麼 會不會是一個很重要 你們幫他計劃的事情 因為我相信 好少公司 完全不知道 不過可能不太清楚 那是不是迷到來 你們可以幫他們 再釐清 甚至乎跟你們談完之後 咦 原來我生意可以這樣嗎 會不會 其實Branding裡面 都可以 尤其是Branding的專家 在這裏 令到過生意 起碼 即使未做到好 已經會更加清晰 這個絕對是 我們都會跟創辦人 或者老闆 談 你自己對你品牌的視野是怎樣 你的長遠計劃是怎樣 還是你想著我是做香港 我只是做年輕人 走遠一點也不需要 另一種做法 如果你說我想國際化 你開始Branding 你的圖片怎樣設計 又是另一種看法 這就很視乎 究竟你創辦的遠景有多少 當然過往有些嘉賓 可能搞定了我這件事 先做了基本事 甚至乎 例如有些他們自己手作仔 甚至乎 我其實不要搞太多 太多事情都不可以 我自己先做 我覺得可能是成長階段 有些部分 如果你真的很好生意 很多人很喜歡你 忽然間 有很多機會在網上 會突然爆紅 有這樣的可能性 但爆完之後 你怎樣認清呢 那個時間裏 就需要找一些前輩 或者專家 幫你去想一下可以走到哪裏 對於一些剛才出來開公司 初創也好 新創業的朋友來說 很寶貴的經驗 因為有時候 一些年青人 他們說的 都是比較年輕一點 他們未必會這麼寬闊 看得這麼遠 但始終專業人士 可以給予其他看法 因為我們剛開始 開節目之前 其實我們也有談過 一些年青人創業的部分 其實這間 現在政府很多時候 都有很多機會 計劃、錢等等 推些年青人去創業 你覺得會不會 這樣是否一個好事 因為創過才算 甚至乎不要說遠景 前面最前的狗 搞不定 你怎樣看 這些部分 很多政府 很多地方 其實都鼓勵年青人創業 但是我希望 鼓勵之餘 能夠給多些支持 給年青人 除了錢之外 經驗各方面的東西都需要 你不可以說 可以創業了 指著前面 你看前面的島多漂亮 樹的生果多好 一腳踢你下去 游泳游過去 原來他不懂游泳 那怎麼辦呢 以前年代的老爸 是這樣 這樣推你 讓你當自己可以 但這一點 可能我不知道 以前的人創業 即是舊一輩的創業 他們真的有捱出來 他們慢慢很紮實地捱出來 但這間 因為太多美夢 每個人都會 有很多人投資 很多忽然交會自負 變了會否太浮誤 和剛才你說的支持的部分 可能未必太多人去做 因為以前的創業 可能有很多前輩 或者父母 甚至會被一些提出 現在就相對會少了 那會不會 譬如說 你自己做的品牌 會不會有很多時候 都會有一些工作坊 會真的去教一下 這些年青人 甚至政府 或者譬如你剛才說過 一些不同的地方 他們都會經常找你 去講一些話題 希望可以令到那些年青人 就不要這樣抱住 就死了 可能都會給你一條介紹 或者先操完水才下去 這種情況有沒有 有很多的 其實有很多的 但是 講始終都是講 就是你一個教育 譬如說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這樣 講的有限 很多實踐的時候 是很重要的 以前創業 很多都是打工 累積了經驗 才自己出來 根基比較踏實 現在很多 現在就一鼓而脫 衝啊 這樣就去的了 這樣變成 他一路走的時候 政府除了說 我有什麼分 什麼分 支持你之外 希望能夠 政府或者一些機構 商業的一些機構 能夠幫到他們 一路帶著他們 怎樣走 或者有一些顧問 有什麼事情 他可以問到 這樣就走很多冤枉了 當然 學習很重要 知道哪裏去學習很重要 可不可以這樣說 可不可以提供一些渠道 譬如以你所知 如果真的 我聽完今次這個節目 我真的覺得很重要 branding 雖然未找到 這麼專業人士幫手 也好 我也想知道多一點 有沒有什麼渠道 譬如他們可以去哪裏 譬如法治國屋 或者政府 有些部門 可以知道多一點 政府有些部門都可以 譬如說 譬如法國的SME 那些中心 都可以問到 他也定期會舉辦一些講座 都可以去聽聽 但是 其實最關鍵就是 希望政府真的能夠做到一些事情 多一點 能夠帶到他們 牽著他們的手下 會 這樣就好很多 當然我經常覺得 牽著手下 不是長遠辦法 但是你可以輕輕幫忙 甚至乎 我會覺得 再理想一些 我幻想 可能政府有些分別 專門會請某幾個 很專業的 做branding的朋友 可能幫他某些部分 甚至乎 可能用一個很便宜的價錢 可以找到一些專業的服務 起碼香港初創的朋友 他們的品牌 整件事先似樣子 你起碼有個初步的 有些人你們說得很豐盛 對於他們來說 只想用到網站 可以提議 一些是完全不知道 有些朋友 除了看內容 至少我覺得他做了幾次 但他知道 再下一次 他可能會更容易 繼續去進行 我想 期望政府 有這樣的事情 如果如果蕭公子會有 我一定要幫他 你放心 今天很開心,跟卡拉斯聽了一個很長的訪問 也了解了Branding部分的情況會是怎樣 當然最好的,希望大家上網做功課 我問到加班了一些東西之外 也希望政府可以多一點帶著我們一班創意創意的朋友 即是初創我的朋友也好 你們可以有自己好的Branding 將自己的公司發揚光大,越做越好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謝謝 謝謝,下次見,拜拜